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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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大家一個月前 我開始見到報紙會有所謂的廣告 就是這個廣告 我看到在連續 根本上一星期 就持續有這個廣告 廣告就告訴我們有一個新樓盤的發售 我在這裡見到新樓盤的發售 我就很懷疑究竟是什麼 我就寫電郵給阿線 問他這個是不是尼東街 因為你知道香港的地方很快 變得很快 我沒有留關制幾個月都變了 稍後可能到稍後有機會 Mary會提出這些東西 可能大家又會發覺原來也是這樣 又有變的了 我就在這裡見到這個廣告發售 當時我看了我就很生氣 因為這個問題是看到一個這樣的 原來是說gracious living experience in the heart of Hong Kong 我看到就是一個地方 我就回想一下另外當年 就在這裡另外一個圖片 就是當年利東街的運動正在如火去圖的時候 如果大家熟悉的或者可能知道的 如果沒有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尊敬陳惠群博社 當年還在這裡 我們當時去利東街他們做的 就人在做天在看 我們看到這個十年的過去 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完全的轉變 在這裡我就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有需要重新檢視一下 這個整個重建 然後從這個重建項目裡面 可能我們可以檢視一下 整個重建運動 我們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究竟做得到做成怎樣的 我們的情況是怎樣的 基於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想過我們香港批本地道學會 就想過不如我們組織一個研討會 然後就將這些很多事情付出 這次我們就很榮幸請到有幾個 就是當年在這個利東街的運動裡面 直接參與的 第一次最明顯的就是這個X15關注組 然後就在這裡面 這個 杜納基斯坦就是社會規劃師 在這裡面就幫這個X15做了很多 關於規劃的方案 然後另外一個重要人物 當然就是黃英騎的旅遊客 就是一個關制區議會的前主席 他們好幾個都是有直接 然後就參與這個運動 我唯一就忘記了找 不是忘記了找 其實就有一個難 就是一個聖下的福行會 當年負責那個Lawrence 就離開了福行會 當時又不可以怎樣 究竟怎樣的情況 所以最後呢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們沒有把這個 這個瓦國福行會 加入去裡面的 這裡就是第一節了 我們有三位講者 就講回直接的參與 然後從這個參與的運動 我希望大家可能有一個 所謂的reflection 然後第二節 其實本身就是 另外一個忘記了提的 我自己覺得很值得提的 就是我曾經寫E-mail 給Iris Tam 就是一個重建局的總裁 就邀請他出席今天的研討會 但是Iris就是說 因為他們工作很忙 所有人都亡於這個project 而予推向這個研討會 其實我們應該放了空凳給他的 除了這裡 第二節 我們原先的構想 就是希望很多 從這個所謂社會的大眾人士 然後從這個角度 去看回這個理工界的運動 因為這個時間問題 然後我們就縮窄了 找了兩位學者 第一位就是葉蔭聰博士 他暫時應該是未到的 另外葉蔭聰博士就是領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 另外一位是郭欣馳博士 就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他們兩個都有 多或少關注李東街的發展情況 我們將會在第二節 然後我們就開始 將所謂的宣傳討論公開 完全公開了 所有人的參與 在這個討論裏面 這個就是中開討論的 為止 大約一個小時 可能如果大家 講得慶知所知 將會拉長一點都無所謂 因為原先我們所謂的 訂這間房間 訂到去五點鐘 不過因為這個流程 如果太長 很難安排 如果是這樣我就不多說了 首先第一節邀請三位港姐 第一個就是A15關注組 應該由阿鮮代表 另外就是杜勒基先生 社會博士 另外就是黃英騎李瑞 就是關注區議會前主席 有請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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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主席 由他合作 變成高計 要我抓線就可以了 接到鄧老師的邀請之後 跟安住組的街坊談過 我們來不來 我們做些什麼 說些什麼 我要在這裡交代一些 我們的困難是什麼 剛剛離東街的事件 剛剛是10周年 過去幾個月 由10月至12月 剛剛是H15月組 離東街的事件的10周年 舉行了一個 10周年的回顧與粉絲 不過今次看完南文老師的宣傳單章之後 我們就發覺 咦 我們過去做過過月反絲 應該未必有回顧得這麼深入 因為其實我們組織的性格 都是比較心急一些 而且我估計這麼多年來 都被工作推著去看 所以很多時候做回顧 就為了想下一步怎麼做 而離東街的事件 好像已經過了10年 但其實自從我估計 2008年之後 其實H15月組的事件 都不會正常關注 其實整個事件 在每一個區域都發生 所以由那個時候開始 H15月組幾乎好像發了瘋狂了 就是每一個重建區 事件局公佈重建區 這次15關注的成員 就會下那個重建區 洗樓 街站 居民會 如果能夠在當區的組織 街坊的話 下了水就會在那個區裡做一些重職 變成這樣多年來 其實認真真我們自己 有沒有去從第一天到今天 地東街行的每一步 進行一些比較仔細的回顧 甚至要做一些檢討 老老實實說真的沒有 所以今天也是一個好的場合 因為有這麼多不同的朋友 關心香港 關心小學重建的朋友 帶著你們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眼光 大家一齊來進行這個檢討 都有那個意義在我 而剛剛過去 我們做完十周年的回顧之後 其實其中有一些組員 都看出 我們是否應該做一些 比較仔細的紀錄 即是當年由第一步 直到今天是怎樣走過來 一步一步要做一個紀錄 即是其中一個 大家朋友的矛頭 指向組員自己 是否應該每人都應該 要做一些回憶錄 記錄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何你會被捲入了 這個漩渦裏面 未開始進行這個紀錄工作 大家都在談著 如何在兼顧不同重建區的工作 還可以把這些時間出來 不過大家都覺得 需要有這個檢討 為了也是將來的工作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 市區重建的 即是H15 在做的工作 已經看到 是沒有資助的團體去做的了 即是在市區重建裏面 做的工作的人 全部都是義務 義務的意思 即是他日後一天上班 上學 晚上 然後用很緊預的時間去做 所以當我們談其他工作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奢侈 但是沒有辦法一定要做 因為一些經驗的累積 都是在教我們下一步 怎樣可以走 這是第一個背景 所以真的 如果大家以為我們已經有一些 很封實的材料可以拿出來分享 抱歉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還沒有做 今天也有關注其他成員 有些甚麼可以幫我們補充 所以今天我可以做些甚麼 我想今天我有兩點可以幫忙 第一個位置就是 從一個運動參與者 或者叫做 我們大家都原本是東眾之一 因為市區重建局 選了你東街這個地方 剛好就把這班人挖進去 然後整班人就被捲進了 這個事件裏面 我想我可以幫忙 第一點就是 我講一講 當時這件事件開始的時候 究竟當時我們身處了 怎樣的政治會默落 因著當時的那個氣候 那個氣氛 所以我猜很大程度上 以及15關注到 當時那個方向的開展 是跟這個情緒有十分感的關係 第二個我可以幫忙說的 就是 講一講 H15關注組 這個組織 在一個怎樣的夾縫底下 就是 難採出來的呢 不好意思 Hotel店 當時正正是03年 年尾10月17日 03年之前發生的什麼事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 年頭就是SARS 7月就是50萬人的遊行 其實再推前一些 大概推到97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土地發展公司 一次過公佈了25個項目 尼東街是其中一個 如果有些說得太快 一會兒 就是同學 可能那時候 我都還在讀小學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時候 你舉手買一問 97年的時候公佈了重建 當時很多街坊 就是在97年代 就是 李東街 其實隔離 就是春元街 隔離 已經是灣仔道 而當時 灣仔道 就是 當年的土飯 公佈 然後很快收購 然後很快賠償 然後很快的人便要搬 而當時李東街的街坊 就是望著幾年之前 這些土飯公司做的工作 就是現在要上橋峰 所以 以我所知 因為當時我在灣仔工作 補充了一個資料 剛才鄧老師說 請了我去送兩個福行會 那剛巧得那麼巧 當時我去送兩個福行會 做成員 而當時被隊伍裏面 派下去做這個工作 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 所以 我又不可以說 我反而來可以代表 成員國福行會 不過當時 在李東街這個工作裏面 在成員國福行會裏面 派下去的人 其實就是我 所以 如果需要一些資料的話 我可以幫忙 補充一點 講回去講回去 即時後 公佈的時候 李東街的街坊 不是光顧做成員 是李東街 因為在普通的街坊 就是看著 土髮公司 怎樣 一公佈完 就配上 然後就刷 然後那些人就走 所以當時很多街坊 一被公佈 很多人就已經去買樓了 因為知道很快要搬 所以很多街坊 在1997年的時候 一被公佈 很多業主 就自己叫他置業 因為擔心很快要搬 而他也看著前面的經驗 就看到旁邊灣仔道的賠償 是怎樣的呢 就是 拆你一間 就那個賠償機 就陪你兩間 所以當時街坊也很安心 就 我被人公佈 我只是要走了 想都不用想 就已經在 可能附近賣了一些物業 有部份是這樣 好了 時光又回到03年 03年那時候 是怎樣的環境 因為98年左右 早發已經說不做了 那些街坊 就以為死了 我又背著兩層樓 背著自己住這裏 那邊又要公佈 有些是這樣的 有些沒有買樓的街坊 就跌了心 所以說沒有了這件事 我又繼續在這裏 安居農業 好了 去到 如果大家有印象 03年也是領匯事件 領匯事件 盧少爛婆婆 我向政府提出這個司法覆核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盧少爛婆婆 當時是一下子成為 全部媒體的 我不可以叫做追訪 因為那個是近乎迫害 如果大家記得 狂拍他們的門 但是成為了很多報紙 其實當時的氣氛是這樣的 就是土法塌了 但是有些街坊背著兩層樓 有些街坊以為 沒有本事買兩層樓 就以為已經是過境遷了 就是土法塌了 事件局又沒有殺到你 而領匯事件當時也是 在03年的時候開始 03年10月忽然間尼東街被公佈 而其實在01年的時候 我看一些時間跳來跳去 大家可以看到 01年的時候 就是事件局成立之後 第一次公佈重建後 一次公佈了三個 一個就是船街 即是貝姐出生的那條街 第二個就是煙桃街 是大國嘴 就是現在澳海線對面那些 接著就是深水埗 補救港街 福榮街 而貝姐當然很慘 在船街那個 即是結婚買那個地方 就被人趕走了 而當時 李東街的街坊 戴著曾經有97年的經驗 98年見到這些 然後另一年見到 船街是什麼環境呢 就是市區重建局成立之後 然後余智雲 即是當年的火區和地政局 承諾了那些事情 全部都不對現 但是呢 又已經在 就是 事件局成立的時候 他的媒體工作 亦都比以前進步得多 就是我們記得當時 TVB的主播 邱文華 就已經在URA成立的時候 就進入了URA 在美姐 即是說 頭三個項目 美姐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的時候 其實整體的街坊 即是深水埗 船街 和福榮街的街坊 只要你說一句話 其實都劃一被打為 貪得無厭 開天殺價 要拿賠償的人 所以當李東街 在03年10月17日公佈的時候 大家那種徘徨就是糟糕 看著賠償 又不會像當年土法那樣 即是我們未必走得了 是吧 就是看著 看著船街的經驗 就知道自己未必走得了 但是呢 看著那些媒體的報道 又知道自己說什麼都死 說什麼都是被人說 你享受無厭的了 那怎麼辦呢 但是 這些街坊又好知道 這些街坊已經住在李東街很多年 有一些叫做有器有力的街坊 就是當時 金太的形容就是有器有力 金太已經無氣無力了 是不是 但是當年的金太是有器有力的 還會和我們洗樓 我們於是做了一些社區調查 民眾家做戶 當時李東街有1000個業權 1000個房屋 1000個戶 我們就大概 我們每一間每一戶都去澎湖 就大概 現在還鎖在我們的櫃的 那些 raw data 就大概有400個文卷 就是完整的文卷 就去問 現在重建了 那你有什麼擔心啊 有什麼你覺得最旁往 那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都很清楚 就是我沒事的 我只需要存回到灣仔 那帶著這麼多恐懼 面對著這樣的情況 帶著在社區裏面 得回來的這些材料 那街坊就要想一個問題 究竟怎樣可以留在灣仔住 提出一些異議 但是不會被人打為貪得無厭的 就是現錢開眼的刁文 那當時就在這樣的氣氛底下 就是H12關柱組 就在那個時候就成立這樣 那帶著這一堆的問題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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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那個 當時我當初動輝術的社會氣氛 那這班街坊又為什麼會形成的呢 那… 那… 就要講一下社會工作 或者社會福利的發展 那… 97的時候 就剛剛一不過活款 那… 有些人不知道我說什麼 一會再問一下 一次過交代不了那麼多 那… 那簡單來說 就是市區重建局成立之後 他們很聰明 就知道了 以前土法那些社工隊 就很不聽話的 經常都是組織街坊來砌我 那… 那…所以呢 市建局成立之後 就厲害一點 那… 剛剛看到YY坐下了 那…YY可以幫忙 就是講一下當時 就是… URA為什麼這麼厲害 那… 那… 那時候呢 就是對於社工隊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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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挺清楚的是 就是… 市建局給忙的社工隊 不可以集發是吧 那都當時由於 那支 scope 的來源就是事件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很多社工隊呢 就是… 很能夠體諒的就是很擔心棒打出頭鳥 誰出就誰死 所以當時H15關柱組是在一個 首先他不是找聖亞國福勤會的 他是找當時在灣仔的社工隊的長道偉尼 他們就說現在市區重建公佈了 我們這群街坊很瀑惱 需要一些開會的地方需要一些社工幫我們做一些組織 去拜訪當時的社工隊 社工隊很清楚告訴他們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我們工作的手法 我們是不做這些事的 我們只是做案工作 很乖的 所以當年那個社工隊的隊長 現在都已經安坐在事件局裏面做職員 做一些地區不知道什麼經理 所以當時街坊就馬上去找聖亞國福勤會 當時我們收到街坊的一副信 就說你們紮金灣仔五十年 現在我們又沒有人管 你們都不會不理我們 是不是 當時在 這些部分就是關於聖亞國福勤 當時在聖亞國福勤的CD Team 我們就開了個會 資源就沒有了 我們拿不到URA的錢 但機構也沒有額外的資源可以做這些事 在那個團隊裏面就說 如果有同事有額外的時間 可以接近這個工作的話 我們就不幫忙 如果不是的話 當時Lawrence就說 不是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只可以跟街坊說 我們沒有資源 幫不了你 剪轉之後 總之那個團隊就派了 你幫忙去搞 於是就是這樣 但是呢 當時的 我會說那個是一個 沒有資助的情況下做的 當時我是出著樓做的 就是頭過一兩年 但是 都幾清楚的 清楚就是 在全港的重建區 已經沒有社工隊 或者沒有一些subvention的機構 夠膽去做這些 因為已經被URA給了錢那些 那就要乖乖地 如果這次沒有被URA選中為妃婚那些 那你不繼續乖 你將來永遠都不會有機會拿到錢 在這樣的氣氛或者審查底下 當時的街坊是處於這樣的情況 好 交代完這兩個背景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體會 就是當時的街坊的處境 就是沒有什麼選擇那種處境 就是街坊很知道 就是 雖然我明知道你給我的負償 我沒有辦法買回來 但是我知道 我將這番說話告訴你 其實沒有人聽得明白的 包括當時的所有媒體都不會聽得明白 公眾已經將市區重建裏面 懂得說話的人 就視為刁蠻和蠻貪 貪得沒有人 所以這幫街坊是想怎麼辦呢 即是在下當年在聖亞國福堂會 原本請我的時候做的工作 就不是做市區重建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被人捲了下去 剛剛請我回來做事的時候 其實就是做一些 我記得第一個項目就是 拿區議會的錢做海南線研究 就做一些社區文化 或者是一些參與式規劃的工作 當時我的工作就是南屋 公園那些工作 我什麼都不懂 市區重建我又不懂 我什麼都不懂 但是又被人派了去做這件事 我記得當時四周圍去求問人 當時找了一些社運界的朋友 前輩 由人一個一個教 當時我認識了五葉榮的朋友 我原本不認識他的 我說現在被人叫我去做重建 但又不懂做 那怎麼辦呢 四周圍去問人怎樣做 怎樣做的時候 我就記起 我在聖亞國福堂會 或者灣仔這個社區 過去兩年都在做一些社區規劃 一些這樣的工作 那這些工作 去到市區重建這個地方 又行得通呢 於是我就膽粗粗地問一下 街坊 我在南屋做這些事 在公園做這些事 大家覺得這條路行得通呢 如果可以的話 不如我們都試一下 街坊說 無路可走 就漲漲都要試 對吧 所以當時 我又不再去 拜候一些 在工作裡認識的朋友 其中一個是杜納碧先生 一個是羅建宗先生 另外就是溫文怡先生 另外就是溫文怡先生 就是向不同的前輩 社運家的前輩有 在工作裡認識的前輩有 學院的老師有 我們記得當時到處去 又去找女大樂 又坐下來聊過 陳建文 又聊過 鍾建華 又聊過 五味琴 又聊過 很多很多 總之什麼都不懂 於是就逐個去拜訪 然後他們又好不幸 又遇上一個什麼都不懂的社工 那就是我了 又未做過重建 又不知是什麼 然後你什麼都不懂 那就唯有 大家都不懂 就到處去摸著石頭過河 就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和這種 這樣的民間規劃 就碰起面上來 但是 街坊覺得當時無路可走 而這個似乎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一個規劃方案 能夠再處街坊的願望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有什麼方法 能夠讓街坊能夠住在灣仔呢 既然就這樣告訴別人 沒有人會聽得懂 那不如我們要包裝一下 或者叫做又不是特意找他來包裝的 就是在剛才那種因緣祭會 那就是利東街與街坊 就遇上了城市規劃 我儘管這麼說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走上了這些地方 就是今天要特別講到這個位 就是因為 就是看到宣傳單張 似乎對於一些 就是當時發生的一些什麼事 未必說 未必是主辦單位 即是說真的這些事 就算是住室五光住室的成員 也不是每一個都知道內幕去問 因為真的是這樣 我們這個星期經常 就是腦裏面飛的那個波子 就是被推著走 跟上生活樓 就是怎樣呢 就是被工作 不停地推轉向前 沒有機會去回頭問 昨天發生什麼事 而前日做成怎樣 我們就是問下一步怎樣做 所以 所以 希望有多些時間 可以跟宣傳關注室的成員 即是交代前面 每一個人其實 下去 或者去做些什麼事 有多好 好了 我就簡單交代了 當時利東街這件事 發生的時候 的那些社會 社會默落 以及當時在一個 怎樣的夾縫下 即是產生這個宣傳關注組 以及H15關注組 為何會遇上 平時規劃呢 這樣 我講到這裡 我交給下一位朋友 看看有些什麼 待會再補充 passion 啥 點心 慢慢來 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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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聚一下吧,我以為會坐下聚一下, 不知道會這麼幫忙, 我再掩飾8分鐘,希望大家會包容一下, 其實我整理完的只不過可能是 這十年以來的一些比較偏面的印象和總結, 反映的一些現在,十年以後的, 目前正在想的事情,在過去十年半年, 因為你這樣當然是人得的, 第一件事就是這幅幅畫, 就是這個廣告,因為這件事也叫我們來, 他說是很生氣,我又看說什麼,都多生氣, 見得來是擔心,又有趣的,原來這十年來, 挖仔的家庫大家都可能覺得, 挖仔都變得很快,變得很多, 只從重點開始,但是近一兩年, 我一直都不是挖仔,我空宵還是挖仔, 每天都挖仔,雖然近一兩年少了去開會, 平常的地方,不過, 賽股鐵變得不快了, 近一兩三年,香港最快變得快的地區, 環境是哪些呢? 自由行為的區, 那些變得完全未去到, 你不看香港的地方, 即是說,一山環又一山高, 市區重建,但你對地區的空間, 那種衝擊,在灣仔過去十年, 很快我們有些人整個距離, 你不去到街,你不去到街, 你不去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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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店鋪, 你不去到街, 那些店鋪, 起碼你都覺得是香港人少得的店鋪, 那這個原因我很擔心, 就是, 一時, 很多人在那裡, 因為有些喜會, 就去遊客, 去看哪裏的地區, 那些店鋪, 可能就是, 灣仔下一個, 變得更加激烈的人, 就是, 理工街, 我覺得有一個特點, 就是整件事, 就是好像各取所需, 第一件事, 為什麼叫喜會? 可能, 這裡有一半是九十六, 不知道我來問什麼, 就是, 在我們, 就是, 理工街街開信, 提出來的方案, 被承規會否別了之後, 就是, 事件局提出它的方案, 接著, 它上了承規會的時候, 事件局的宣傳, 就說, 我們這個, 事件局的實驗方案, 就已經, 吸納了, 即順街坊, 提議的精髓, 將來, 我們就會保留, 這個貼貼行業, 在那條街上, 即是, 整件的, 順街的運動, 這些事件, 在這些事件中, 就是, 十年來, 不ogen的人抽水, 就是國取所需, 事件局, 發展商公公意的這個計劃, 就是, 抽水金, 就是, 抽得很重, 你們逃跑之後, 就拿你們的招牌, 就, 就, 包裝他們的樓盤 不僅僅事件局 這個抽策 其他東西都不斷直接抽水 剛才我是不是說保育李東街 保育人士又抽他們 你問一下李東街最堅實的街坊 由開始到現在還在開會 你是否保育人士 何時是保育人士 何時變了保育人士 我講到樓盤 今天是布施 或者一些坊間人 不僅僅有些學者 寫一下李東街可以出篇文 講一下 Gentrification 也有些理論 又抽到水出文 又出書 其實不斷在翻炒和翻炒 直到今年 我去青島 剛剛上次在青島大爆炸之前 我幾天都在青島 但是招城市規劃 在中國都很好的行業 現在就很大千萬 現在就不理會 每年有個聯會 今年就在青島 即是在鄰島各個城市舉行 你猜到那個列股有多少人參加 六千人 六千人 即是用到會展中心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你想想 會展中心大到很誇張 由一頭行到另一頭 可能行十分鐘 那吃飯的時候 那個場面 即是 在同一個場面 簽過開會的人一起吃飯 很多大會有分組 很多學術導論 研究報告 其中一個分組 每一年 近幾年 香港的區學師學會都會開一場 其中一個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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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士學會 都會有一場分組 其中一個分組 其中一個分組 其中找年輕人 適合入行 沒多久的同事 做幾個表演 講香港的事情 同場地有廣州的部門 他今次的主題就講 他們的一種所謂離方的形狀的視頻 即是場地表演 你熟就熟,不懂得到 所謂的面責人的專業 有幾個香港的年輕人 都是分裂了兩、三年左右 他們自己就各自去這些主題 分裂講香港的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天就找了 就播了王帆 我後來就問他 你有沒有問過我們 都很重要 他應該付錢 播王帆 那天就差不多一個場地 那麼就半天 其實是一個session 有整個7組 有整個7組 坐滿了 就全國各地都有 因為那一國強調青年 所以很多投資 那麼多組的presentation 都講到他 有講澳門的哪裏 講廣州的哪裏 講香港的幾個地方 最…最…最瘦 最聽得錯 我坐在旁邊 就說你很貴 看年輕人 覺得 全場最… 注意力最集中 那麼多presentation 就是波王帆 就有些國內的年輕人 就在那裏 就在那裏 我在後面看過 剛才我們香港 就有幾個看過 就是在那裏 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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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六千個 都繼續 還在重覆 這件事 為何是這麼… 就是十年之後 是一個完全不同背景 不同場合的地方裏 就是波王帆 我會說… 都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不同的人都是… 這件事就是… 今天我也抽稅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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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就是賺食那些都不太多 同時去北京都會說 都是大陸的 就是主流的 就是政府 主廚 剛剛那裏 就是… 剛才剛才說過的 恩怨祭會 那些恩怨祭會 有很多不同 我自己有很多背景 就是… 我都願意下水的那些 就是我自己有很多背景 才會下水的 那… 又抽了水 就是多了一個派桶 就是更多一個 就是更多一個背景 其實… 還有一個… 其他多面性 除了不同的人在裏面抽水之外 其實究竟今天 都是大家講 不同的人講 你中間那個運動 或者事件 其實是… 不同的人是… 看著哪一件事呢 我都很懷疑是… 不一致的 而且分歧都很大 是… 可能有人… 究竟李公街的運動 是剛才剛才說到 庭國伯就是規劃的各件事 就是規劃方案的各件事 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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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個年輕人 是不妨礙著他開工 所以被拘捕 就是那個是拘捕了 或者是… 黃英奇做區議會主席 就封街 大家很多照片都看到 還是封街那一幕 幾百人 成千人在那條街開會 他都沒有試過 在李公街那裡 然後有些… 煩惱、煩煩煩煩 即每一邊一個形象 那件事件 是當今日的人 還在說李公街的時候 是哪些東西 他們加起來呢 還有就是 剛才 譬如我講的一陣子 在李公街的街坊 其實做了很多很主動的 網 拉龍 或者叫做 拉龍 結面 結面 是 很多類不同的人 我們那時候的說法 幾乎是見人 說人家 電話 你是建築師 我還沒說 你當然是建築 有甚麼值得 你是區議員 我就說 你地區怎樣怎樣 你是社工 你就跟他們說 區域街上的區域街坊 是庫房 就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在說錢 他們跟 那時 合約的 陳婉嫻 說 貫徒經濟 我們跟他說 李公街就是貫徒經濟 了 熊規劃師 當然說 所有規劃的textbook 都說 參與式規劃 你就說 參與式規劃 無論是甚麼人 就跟他們說甚麼 學生 有甚麼 我們要見人 就說 其實 剛才 很重要的一個題目就是 為何要避開那個前 關於那個氣氛 就是 你一反抗 重建 你就是 研究錢多 那條式 就很容易計 就是他們的 講法 就是你一層 你本五十年的樓 就多少錢 一半都給你 就是 全個社會都在說 那怎樣去解釋這個例呢 我後來也在那個時候 遇到另外一個研究 剛巧因為這樣 因為當年有幾年 就是 跟一些經濟 工夫用經濟學家 跟經濟學家 做經濟分析的人 去講這個徐經 他教了我一種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整件事一直引伸下去 很重要的一個 是差不多是同一時間的 一個重建的計劃 裡面的經濟分析要做 為什麼那個價錢很低 長迫不說 就是他教了一個分析 其實為什麼你要多過 例如那個樓 如果是50點的樓 它值100萬 為什麼能多過100萬 就是 可能你可以重建 多了錢 你就給他 但是就發覺 其實從來就沒有 真正進行這個交易 給他分析多 因為這個交易 怎樣發生呢 他説這個經濟交易發生 一陣子 如果 除了釘 就是落釘 你不記得落釘 就是效果 只要在一個正常交易的情況 是怎樣發生 這個交易 如果那個 他買回一個50點的樓 是值100萬 而你結束了200萬 而那個人又自愈賣給你的 自愈 不是被迫 自經那個被迫 他説那一百萬 就是在 這個 換了另一個樓給你 和他現在住的這個樓 他那個人心目中 那個extra value 那些所有的東西都扔下去 包括他的感情 他那個人的方便 他讀得他的家庭的需要 無論你把所有的 所謂的 額外的價值 每一個人的身處處都會不得 所以他會定一個價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自由 但是這個 那個差價 額外的價錢 就是 他attached to 那個原油的單位 他所有的額外的價錢 這個價錢 每一份都沒有 這就是那個價錢 你覺得 你突然間 叮一聲開銷 怎樣了解 順帶方的 當時的那個 那種的 好像是 剛才說的 對那個處境的樓樓 應該覺得不滿 一說就被人貪 被人說貪錢 就是他所有的東西 如說 這個人 可能他說要不保才夠 那個人要兩倍才夠 不知 然後一個重變去變 就是那個 原來街坊面對的就是 那個所謂 從於是後來就變成 就是 打力方法有什麼 那個臉書 就是 看我還有些什麼 可能嘗試去 近來的 最近的想法就是 也是一個 就是這個 偷取說法的 最大的 流派 就是 一個人喜歡 將 二千年打口 給那些九十口 才能看到 今天才能看到 就是見到二千年 就是 講 現在近十年 就是這樣講的 所有法治問題 什麼不同的意見 或者 反應 抗爭 或者 抗爭 通常的故事 就有 日本街坊 自己 聽到 天星王頭 再不轉 就可以 這個論述方式 又是很有趣 的確是有些事序 真的有 天星我們下去 去 阻擦 天星 那一天 安天 就是 尼東街的街坊 在 城規會上訴委員會 打了一整天 上訴人招 做到晚 做一滴 鼓勁就做一滴 他就可以賺錢去 他可以做 Rubatum Rubatum Rubatum很貴 這幾千元一個小時 他即場 在我們那個 上訴的過程 有人講中文 有人講英文 七八種 他可以整個Rubatum 可以整天 都出來的即場 一分拐著大自己 打完之後 他那一下 就拿走五點鐘 時間完的 那些 領巳 就下去 天星 字幕 左記的 因為有一次 有需要 就需要四十分鐘的時間 有一班來自大陸的規劃師 中大人 他們幫他搞一些短期的課程 就要我講四十分鐘講香港的 四十分鐘講完香港的時候 他說怎樣去做 收錢了兩千多萬 但是我怎麼可以用短時間講 講幾十分鐘 結果我就想把他的行律到 就是三個時代 用時代去講最嚴重 第一就是四十分鐘之前 第二就是四十分鐘後 八十分鐘後是二十年 之後就是一個問號 為什麼這樣講呢 有人說我今天就是 英台時代 就是中文大政 就是農園 香港 這個農園 基本上我覺得是有 就是剛才我講三個時代 八十五到二千年 就是一層的霸權出現 就是霸權不一定要暴力 就是一種船 就是我們知道霸權其實是一種語言 就是論述的霸權 大家認識了 這些東西 就是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在街坊面對這個困難 就是一講反對錯 就變成 你講錢 就是因為整個輪園的霸權 就是一同住的有關就變成 房地產和房地產 就用錢去計算 你只是講一講 我講數而已 在二千年的時候 其實是 鏡濟已經是到了高峰 就是沒有人會聽你另外一種講反 所以你根本要發明 你講一些講反出來 怎麼會留錢之後 就是那種單一性 就是那種小時候 他很高峰 其實這個不是從來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為什麼我用八十幾分 八十幾之前 你可以講官行價值 你又講草灣價值 就是那個廠路價值 你之前是 剛好我最近有另一個人 就是看官行的歷史 今天官行還有一家 全世界最大的 就是這集團 我還沒有在官行 你不要以為香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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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歷史 已經是他的廠 是全世界都有 東歐、東銀牙、美洲物差 你也有 但是他的總部就是 其實今天我們 其實我們在東街 現在說是第一步 其實上回有一班人 傻佬 就是傻佬 就嘗試去找一種 另外一種講法 去替代或者去挑戰 或者去轉移 就是那種的 就是所謂香港的歷史 沒有的中環價值 或者是 其實反而不適 那裡面 但是呢 其實今天看上來 那個阻力量 比我們上來 還是不大 就是非常之難 其實是否製造到一些動言 或者說 一個取代時 可能會出現 一個再 反式轉移 反式轉移 有沒有發生到 你可以說 有少許開了的頭 其實 後來 其實都是上司 用另一種價值 去 講出 一個 喂 我只是想到我 可以是用另一種方法去看 最近我 其實我放棄了很多年 參與主任的 所謂主任 就是專業界別的 主任的參與 就是學會的 剛剛 近半年 我又 有參與 其實我只是想 總結這一段 就是 究竟 在2000年之後 你 一般的簡化 都可以說 整理工間 都可以 專門知道 不知道 究竟 怎樣去 再去推動 或者怎樣去影響 怎樣去組織 怎樣去架構 怎樣去延續 這種的 這種的 這個 反式主任 或者新的 上法 或者新的 論述 新的 上像 關於香港 這個城市 很明顯 單一的論述 現在是 不再在 但是 我的堅持 會在上層社會 甚至一些 很多的普羅事物 原來我們發覺 這項目非常之根深 這項目的 給我們所謂的 阻力力 是不大 是不大 就是不大 但是 開了個頭 那 怎樣推下去呢 那麼 林英廷 他們沒有 不要抵抗 要不再 再一頓 您 要不再 要上層 中文字幕——YK 希望我不是抽水 十年前的今天 我成为区议会的主席 其实真的刚刚十年 在准备今天来讲什么的时候 本来都没有想过去做一个PowerPoint 但发觉人年纪大都十年 有很多东西都不记得 所以就要靠一些影像 你也想到今天可能有年轻的同学 可能有些影像大家都不太记得 当然如果是讲的 阿闪、阿妹姐和阿杜杜杜杰 他们就带大家去参与 YYM大家去参与 可能已经很熟悉这些影像 但怎么也好 希望透过这些影像去反思这件事 我觉得要从湾仔区开始 那些区议会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区议会比10年前更加不濟 所以大家对区议会是没有什么期待的 其实是很唏嘘的 因为我觉得民主的发展 如果区议会是做得不好 根本上你是做不到民主的 区议会一直是被矮化的 有一个名字叫去地方行政 但一直来说民政专业 都是主动区议会运作 一个很简单的背景就是 在我做主席之前 其实过去20年 都是由一位女士做主席的 他就是林贝越嘉 那林贝越嘉对市场重现的看法 就是支持 他通常是政府提出任何方案 他都是支持 而且他支持 他支持市容要干净 他支持小贩要上楼 就是这种是一种 过去一些殖民官员 是给到一些建制派的议员 一个一个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要走过境 应该不需要 是吧 我先弄完 好像一说林贝加就有家属 在这个背景里面 其实是由一个民选的人士 去理解地区 去理解地区 居民有什么想法呢 其实是区议会一直是没有这个思维的 因为区议会也是很专业主导的 专业主导的 专业主导到怎么样呢 原来到今天呢 在很多区议会主席的位面前 其实是有一个广告的 那广告就是 譬如那个agenda 是议会议程有十项那样 就开会 每一个区议会主席应该说些什么 原来是专员和助理专员 是帮他起草 那位主席就是照告读的 就是说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 等等 照告读的 其实是 到了今时今日都还是做这件事的 那 我想今天是更加 比起十年前更严重 立法会 市民很明白 立法会的重要性 区议会 大家都知道是有东西派的 那 就 无论是由蛇齋柄中 或者是简单至环保袋 都是派的 那 所以 在2003年 2003年 2003年是一个很有趣的年份 七日游行之后 有很多事情 大家好像慢慢开始睡醒 那一次的选举就是有几位朋友 他们是何秀兰 他推出来的就是包括金金 陈耀辉和郑其健 那就是成功是赢了区议会 那就是成功是赢了区议会 就 押下了一些的建制的朋友 那然后跟着呢 就是入了来的议会 那 那第一次呢 在湾制区议会 是真的原来是有一些的 就是支持民主的朋友多了 那 那大家就去想 咦 其实可不可以有些的改变呢 那 那 就是不讲 就是其实我是很 没有准备之下 我是 突然间 发现原来自己是做主席 那 那 当时我就跟几位新进的议员说 区议会其实有很多的局限 但是也可以没有局限 因为 如果政府没有说不准的呢 你照做呢 其实就可以了 那 死马当回马依 那这个其实是我那四年里面 我经常都记住这句话的 做吧 直至做到人 但是大家说不给为止 那 那这个是 其实这个是给一些 那些年轻的朋友看一下 其实当时的起叶街是真的很开心的 这个里东街是很开心的街 那 那 这条街是湾仔最完整的一个唐楼群 也是最后的一个留白位来的 因为好像大家画国画 那样 要留白 那在湾仔来说 其实现在这条你见到 这条 这条就是里东街 那 就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是起回了 但是那时候 忽然间是在一个高楼大厦群里面 有一个很低密度的空间 这个吸气位是真的很需要的 那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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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现了 里东街 将会是2004年 区议会 一定要面对 一件最重要的事 当时 建制的议员 都很奇怪 因为未被政府游说 那我竟然可以在2004年的6月 是通过到一个这样的更新湾仔立场书 如果大家看回 更新不等于重建 要多元选择 要给到业主不同的选择 以人为本 尊重社区文化身份 社区参与 这些全部 都是 如果你叫今天的民建联通过 它通过不了 但是当时 竟然搞到14位议员都一致通过 然后拿上去政府 拿上去立法会 还可以拿着这份东西 从立法会来 讲了一大论 当时那个规划地政的panel 是流氓法做主席的 这个是推出去的 当时我把这个立场书 给了其他17区的区议会主席 其中有一些主席跟我说 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件事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做 政官没有说不给 他说区议会怎么可以有自己立场 为什么不可以呢 刚才杜立基讲《街头论坛》 其实十年前我是瘦很多的 金太区议会少了很多 但是现在真的很惨 他叫金太和羅建宗 以及这很恐怖的事件局 我忘记叫什么 五指明 还有最开辩的就是陈耀辉 这个就是封街 大家监親封街 这是进行的时候 但我更加喜歡這一幅 因為你看到前面已經排了一些椅子出來 但是大家真的很認真地 整個利東街我會覺得區議會的角色是 站在背後有什麼做得到的 就支持有什麼的幫忙就可以幫忙 我們當時覺得如果這件事是要多些人去明白 其實不可以在會議室裡開會 所以我又找了警方 跟運輸處我可不可以封這條街去做論壇 其實當時的政府是很有趣的 當時的政府會覺得OK的 可能他還沒睡醒 上頭沒有指令下來說不行 所以就真的讓我封街 是封四個小時而已 所以我們要很快的時間 就是立即那些家庭就掉了這些Banner出來 然後前面就是掛了一些泥匙封 就像這幅一樣掛了一些泥匙封 那麼大家看到 不好意思 我會這樣拿著 拿著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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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人幫我嗎 對,有四個小時 我先拿著去 先拿著 我先拿著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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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公眾人士看 其實那次之後 是將整個利東街的運動 我想是會令到很多文化界朋友 例如劉文道等等 都是第一次參與這個論壇之後 然後繼續幫街坊幫H15關注組 就是這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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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幫忙 就是用最短的時間裏面 就是佈置了一條街道 其實當日我覺得這個論壇是非常感人的 因為有很多街坊 他講過社區網絡 其實我覺得在那次的論壇之後 那個社區網絡這四個字就走了出來 大家在講舊區的人情味 舊區的文化的重要性 而不是只講錢 接下來區議會是用了這個方法 做了一些事情 可能以前的議會 或者議會裏面的委員會會少有的 你找了Patsy 鄭敏華 其實是跟他們合作的 跟鄭亞國夫群會出了三期的街址 這些都是拍攝影的照片 街址也有一個作用 就是令到一些街坊 他會覺得 本來好像自己是一個小市民 怎樣可以在事件局面前 怎樣可以一個巨人 怎樣可以打敗他 其實在街址裏面是有很多講的 政策 政策是甚麼呢 居民的權益是甚麼呢 街址我覺得是挺重要的可能 然後到H15的啞鈴方案 區議會的角色 盡量安排一個平台 給街坊去講解這個方案 金替同五眼 就是上來區議會 這是區議會會議室 就是講解和參與規劃 得出來的一個啞鈴方案 是有新有舊舊舊並存的 除了街址之外 就是社區文化關注 司徒兵和陳允忠 他們剛剛成為社區文化關注 就找了他們來做 這個競合行業危機與轉機 灣仔編 這個研究 當時是 我一會兒講講為甚麼我做得到 就是透過的剥款 令到他們真的找得到 還有找中大的呂教授 是做了一個灣仔人生活文化紀錄 當然這個還有Cell Show 這個大家都已經是 看得很熟的一個插圖 我想有這些朋友幫忙 其實AXM的關注組 其實的工作 就是更加出來了 是令到大家在媒體上 更加多的visual impact 這個就是有朋友黃彭芬菲菲菲 一直拍攝 維儀他們拍攝錄像 後來是出了這本書 可能部分人都記得 是黃彭芬菲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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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 這套片他們是跟中學生一起拍的 這個大家都看到 在這個發展迅速的社會 社會停下細巷 在舊區的光輝 很多人去看了這個光燕傳奇 而在街道上做這件事 我想當時也是第一次的 這是拍齊的照片 是整整一條李東街這幅照片 李東街是由一條很繁榮的街道 就是最上一條 去到這個市街都好像佔領了 好像宣示一個主權 然後去到大家的抗爭 然後去到違反 我覺得李東街運動 即是如我在今天十年之後去反思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是真的因為X5關注組 其實他們的堅持而做得到 我認為影響了我們香港人 如何提起規劃和影響年輕一代 我想包括民間方案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以前從來沒有試過 是有居民可以提出一個方案 在城規會那裡可以作出論述 還有政府通常 政府的話語就是 比如說居民都是計價自己利益先的 政府就會說很多個案 就是當你付夠錢的賠償一定會走的 因為居民都是以利益先 以錢先 這是政府的說話 但是X5關注組 是展示給大家看的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說的 第二就是居民也是建立了社區論述 社區網絡這個論述 這是抗衡另一種以金錢為主的價值 從2004年開始 剛才阿閃都說 利東街的精神是遍地開花 他們做到一個跨區的連線 去到九龍的搬塘 長沙灣 去到深水埗 去到旺角的波骸街 但是很多地方其實都是看到X5的朋友 是真的去幫其他區去做 去理解自己的權益 以及去做一些抗爭 而市區重建是真的能夠帶領到 我覺得是公民社會的壯大 有很多人開始說 什麼叫市新化、市區重建的問題 單一化等等 如果說市區重建政策 其實是不是4079 美姐 還是4079 幸好 我今次想來想去 是不是4079還是4078 其實一句說完 市區重建政策的問題 所在 就是當年 利東街街坊 其實就是被開這個架 4079 是實用面積度尺的 而今天就是上面積 我這樣起回 那個單位就是28000 左右 28000 如果高層的單位 那中間的差價是誰呢 中間的差價去到哪裏 那我就會有這句說話 任何 將重建的價值 或者是重建享有的成果 從居民手上奪取的政策 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中間的差價其實就去了政府 基本上去了政府 以及去到發展商 兩邊 是不是說 都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最反對一件事 UR的那些項目 是不需要好理解的 所以政府是拿不到這些錢 是去到發展商那裏 但是政府去賣出去的時候 都賣了幾十億 他們賺了很多錢 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因為呢 收了買地之後呢 他們就去Tender 那 因為它不需要補地價 那所以 那些利潤呢 就是落回去 URA 就是要落到URA那裏 你可以說URA和發展商分 是的 就是URA和發展商分 多謝多謝 大家可以看到 是真的很厲害的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分 但是我只是 好像羅建宗跟我說 整個利東加的收集 他估計的好像是十多億 我不知道你們同不同這個數 但是呢 URA賣給我 信我的時候 就已經是去到六十 六十幾億 然後 然後呢 再有得分的嘛 就是現在再賣樓的時候 再有得分 那就變成了合和信和和市建局 就是分了這些 分了中間這個差價的錢 那4079 但是為什麼是4079 為什麼居民 就是我看到世界各地的重建 其實都容許到當區的居民 是可以分享 重建應有的得益和成果 那為什麼香港是沒有的 那為什麼香港是沒有的 很快就完了 但是其實是 如果現在看回頭 灣仔區議會 是能夠做到的 比如剛才是用了一些錢 去做街址 或者做一些研究 其實後來還請了鄧老師 去做一個 開始做發展 一個整體研究 是成果局群會一起做 其實那些都 現在做不到的了 現在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因為 2008年之後 他們看到原來 是真的可以做一些 不是很合乎政府口味的東西 所以現在的區議會 任何區議會 是事務委員會 不能夠擅自通過撥款的 那內部呢 譬如文化委員會 想做一個文化的研究 一個地區文化的研究 但是呢 內部自己有一個負款 及財務委員會 由主席自己做主席的 這樣就去制衡 任何和政府政策打對台的 一些項目都很難被通過 其實街址當時 差一點難產的 因為事件局知道 知道我們要做街址的時候 其實當時 當年街址都是十萬八萬左右 被Patsy牙義氣去做了這三期 印了幾千份 但是事件局董事 曾華來的 打電話給一些委任的議員 和一些建制議員 叫他們去否決這個街址的撥款 那我知道之後 就是 幸好有些議員也有些義氣 打電話給他們 喂 有一個叫譚慧珠近今天找我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叫我下個星期 就不要支持街址的撥款 關於什麼事呢 街址是一個民間的刊物 是一個區議會的撥款 為什麼不可以做呢 為什麼不可以讓居民 多點知道 有多點知識 關於他們的權益 一些事情 結果呢 最後是做了 我要去和每一個議員都去談過 最後都 幸好我們沒有事通過 最後去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市區重建 某個程度上是和地方行政 是有個關係的 關係在於如果地方行政 是有個理念去有一個願景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可以按照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思路去做重建 而重建是絕對不只是可以拆掉它 是全部伸促速高樓大廈 那種 而是可以用一種地區可以接受能夠保住到本土經濟的一種重建方式去做好整個發展 所以呢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都很覺得 當我們談上層的普選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用同樣的時間 用同樣的心去談地方的改革 地方行政的改革 怎樣可以是令到選舉和民主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落實到去參與規劃那裡 而區議會和公民社會本身其實應該是相負相成 是應該是公民社會走在前 街坊團體走在前 關注到那些走在前 而我想區議會應該是可以去撐住這些 是能夠推動到一些改變的一些團體 是盡量是利用他們有限的資源去幫他們 那這個是因為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香港是很需要一個價值的一個改革 不是只是講錢 而是真的講我們的整個可持續發展 整個社會怎樣可以是從一個比較人民一點 一個有關懷的角度 一個真是去認同社區網絡的角度去發展 那我就講到這裡 那也都想和大家先報協 因為我今早家裡有些事 我可能一會兒在break之後要早點離開 在這裡可以和Professor Tan說不好意思 謝謝 好 多謝三位人士 我們講了關於他們對尼東街的回顧和反思 我們原先應該有大約十分鐘休息 要是王英奇要提早離開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問一下王英奇 或者我們趁著這個時間 我們可能有一個問題 問一下問題 可以這樣嗎 好 我可以問一下 我為什麼會的人一點 Bye They haven't taken any interest 發展開大約 的 debate 到じゃあ 第一次長的事情 我們曾經被浦里面 최黨部心零不四個 Big 낮 現在就變成了一位進入和進入的MTR 所以基本的公開空間會是一路的通關 我發揮了資訊給H15的資訊 但沒有人回到我和沒興趣 我們曾經過過的 Gazette process 我非常感到有興趣 在現在只有三個外國人 we really need some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at and some objections and now it appears that Amoy Street is also going to be taken in and put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developer and when we met Daryl Im of Sino Land a few weeks ago he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the other public open space between the H15 site and the tower that is separate from the others so I think that this is a matter of great public importance especially after all that we went through during the URA review trying to get the URA to do the right thing which is obviously not doing it and now it's turning around again and basically cheating the people and leaving one shy bereft of its proper allocation of public open space yes 多謝您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猜你懂得聽廣東話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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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剛剛也跟Nick check過 因爲我剛剛在開會之前也聽到你和鄧老師聊過兩句 H15關注是逢Email回覆的 不過呢 我們真的沒有收到救客的Email 那可能一會兒我們要查一查 究竟你發了去哪裏 會不會有什麼誤會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問H15關注組 爲什麽對於地鐵入口那裏沒有什麼意見 我想我們只可以這樣說 其實就如剛才我說的那句歌詞 我們工作真的很多 我們全部都是義務的 有很多事情 譬如起會公佈了之後 其實我們曾經聯絡過區裏的街坊 對現況很複雜的 因爲有部份的街坊是被邀請 被事件局邀請回到尼東街做生意 但有部份是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都已經要想 那我們的立場是怎樣 我們怎樣可以跟那些街坊繼續聯絡 但是又不要有那些街坊在過程裏面 去能夠理解 沒有被邀請那些街坊 不是來搞亂檔 之外其實有很多 我只可以說在那個實況上 非常複雜的情況 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給到一些意見出來 H15關注了一般的運作 就是我們要有共識才出街 這個是我們的毛病 你可以說 我們做事很慢的 我們每天都要談到很詳細 談到很仔細 就是要100%的朋友認同我們才做那件事 這個是我們的習慣 首先 剛才香港的資料我們收不到的 如果收到我們一定有討論 第二 如果我們收到的話 我們坦白說 都需要很長時間的討論 而那個討論 我想我們又來自那個區 尤其很多街坊 都還是跟舊街坊有很多人聯絡 近來我們有些聚會 都是有些聯絡 真的有不同的街坊 有不同的考慮 作為當區的組織的街坊 我們亦都希望 貫徹以前一路的做法 就是照顧每一個街坊的需要和意見 可以回應這兩點 謝謝 謝謝 或者現在暫時因為黃英琪要早走 我們如果有什麼問題 暫時局限於黃英琪先 或者如果有沒有人 我想問一問黃英琪 你剛才提過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區議會 地區本身有個願景 就比較好一點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當年我們做完地區的願景之後 香港政府和URN 叫了其他幾個區域做願景 但是他們做願景的 做的是什麼呢 叫那個consultant 就幫他們解釋哪些地區 是可以的 第二 另外一件事 現在瑞新近 就好像在我寫一個blur 就說 現在出了這個 其中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地區的重建諮詢平台 我們不是很清楚的情況 不清楚 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剛才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地區行政局 改革你五年的經驗 可以不可以多說一些 給我們聽 有什麼想法呢 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剛才時間不夠 所以沒有說到之後發生的事情 剛才建局這幾年 是設立了一個地區諮詢平台 History Urban Renew Forum 這個呢 我理解在九龍城是正在做的 而它怎樣去跟區議會掛勾呢 其實我可能要 因為我沒有參與到這個DIRF 但我只是從外面去看 我發覺這個諮詢平台 是未必真的很有獨立性 因為它是被事件局牽著被子走 它是會有一些基金去做一些事情 去給予不同的團體做一些事情 譬如它最近是土耿環十三街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會去做一些事情 有個project去做 那就是它是會撥點錢出來 去做一些project 但我不敢說這些project 只是門面的要window dressing那樣東西 但是始終都是未能夠 真的從究竟地區需要什麼的開始 但是我現在也看到一個情況 現在的市區重建 因為需要的錢很多 所以現在是發展商的填生 因為我這幾年因為學校的關係 我自己在九龍城出入的機會很多 那我就看到其實整個九龍城的重建 基本上都市警局主動不到 就算有個事件的那個叫諮詢平台也好 它都做不到些什麼 因為你被田芯都收了 你被田芯掛了那些紅字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在聯合道一路上去 一棟一棟的那些堂樓都沒有了的時候 你市警局還做什麼地區的規劃呢 其實時間已經過了 它沒有可能是可以在紙上 就是這裏留這裏不留 它只需要一些公共空間的東西 可以去做一些東西 可能是一些怎樣去美化這裏美化那裏 至於那個地區願景那裏 其實我自己如果歸因究底 我覺得在這裏的一些年輕的朋友 其實如果你們都有一天去做區議員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真的從你們自己 現在拿到的知識和經驗和視野 其實是任去區議會去改革區議會 我們真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改革區議會 我當年做的事是非常非常微小 而去到2006年 基本上是被人綁著手綁著腳 是因為市警局已經去發現 當年我不斷逆他們的議員去撥款出去的時候 根本上他已經找了一班議員 完全去掩蓋我們所有的 譬如我、金金、陳耀輝等等 最後我們三個人其實支持的 其他11個議員都會反對 其實很容易的 其實政府遊說區議員是絕對容易的 就是一件事 那你要反問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一些我們叫做泛民的議員 去到地區呢 忽然間是變了一個鞭鞭鞭的 我不明白的 其實麥國鋒之後 2008年麥國鋒也是區議員 麥國鋒從來沒有反對過市區重點的任何東西 市警局說什麼就什麼了 為什麼呢 麥國鋒是屬於什麼政黨 真的很奇怪的這件事 任何的人 我當時是跟很多民主黨的區議員 我都很熟悉的 我跟他們說 其實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 他們說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民政專員說不可以 其實是有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有個想法 區議員的想像力 其實只是說 民政專員告訴你 這間房間裡做的你可以做 房間外的你不能做的 他們就會很接受 他們不會覺得 不如我們衝一衝吧 但是在其他地方就可以衝 但是其他 在區議會裡面的事情 他們很容易接受 他們說no 政府說no 他們就算了 人家問他們做蛇齋餅 他們做小的蛇齋餅 問他們派兩隻種 他們派一隻種 是真的 所以那個問題是在於 其實我們自己去看區議員 我們自己對他們有什麼要求 我們自己也都可以鼓勵哪些的朋友 是可以第二天去參選區議員 如果誰想參選區議員 我一定會去不容辭幫你們 這樣就真的 因為我覺得是有些好的人 進了議會 其實議會才有辦法改革 如果不是呢 你還有很多的應聲蟲 在議會裡面 其實是完全做不到一個真正的地方 議會地方行政的功能 要去從居民的福祉為依歸 是真的去規劃地區的圓景 去跟居民一起攜手去做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香港是絕對做不到這個事情 就算我們普選到行政長官 我們都還未做到這個區議會 我補充一遍 因為剛剛叫你甘太交代我要說一句話 剛剛回應到剛剛問鄧老師你的問題 甘太交代一句 因為剛才說 我們自己組織裡面 沒有一些很仔細的記錄或者反思 結果呢 我們在十周年的時候 在一個交流會裡面 跟不同的社區有一些交流會的時候 甘太負責代表關注組去發言的時候 就說了一番說話 甘太就叫我 阿閃你記得帶去這裡 這樣說 就是呢 不能夠否認 就是在那個 李東街這件事之後 就是用甘太的語言 就是可能我們教會 教會了政府做很多磨面功夫 那麼地區諮詢平台 我們不可以說政府在事件 在李東街運動日後推出的政策 都是由李東街的街坊教會去做 不過看來就是有很多我們用的詞語 我們用的說話就被挪用了 然後就放了另一些內容下去 但是地區諮詢平台是其中一個 那為什麼說H15組的工作很繁忙呢 因為我們就是那些雞毛算皮的事都是做的 就好像地區諮詢平台 他們搞了差不多十幾場的諮詢會 那麼我們這麼少人都要 長長都要派人去 你叫做監製也好做參與也好 那如果你有在當中呢 你就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譬如金太出席那場 Doremi 就是整場只有三個人連維東太 那麼我們去的情況都是類似 那麼地區諮詢平台開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曾經要求過列席 但是我們都是被拒絕的 那麼也都是地區諮詢平台 曾經分了一個錢給城市大學 那麼就做了一個叫做社會影響評估 那麼由於那些學生又盲中中 那麼就中組來我們關注組 就打算讓我們的關注組 幫他們找一些居民來做他們的問卷 於是那個問卷就 那個pilot就落在我們手上 那麼當我們看到那個問卷 這樣寫這樣問好像不太妥當 於是關注組的人就去約了那個 就是負責做這個研究的學者 就在一個城市大學開間課室就坐下 不如談一談吧 你們這樣做研究好像不太妥當 這樣問問題好像很誤導 那麼同事的答法就是令到金太大開眼界 知道什麼叫做學術自由 那麼他的說法就是 我們原本都是這樣想的 都是想著這樣問的 不過那份東西去到政府 他們不讓我們這樣問 所以他幫我們改了 那麼金太就滴大隻眼看著那位學者就說 什麼不是有些東西叫做學術自由嗎 為什麼他可以改你份問卷 那麼那個那個同事就 很不好意思也都很坦白地說 沒有辦法的現在的學術是這樣的 那麼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就是 對於一些新的政策 關注組想去走近一點 看清楚一點 那麼看到的情況當然是令人不幸入目 但是你問 然後可以怎樣做呢 坦坦白白說我們其實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沒有人力沒有資源 那麼少人手 那麼多事情發生 可以怎樣做呢 那其實真是今天 在座那麼多年輕人 有興趣參與一下這個工作的話 我拌勻美姐那份 通常美姐都說 可以加入廚房去問了 OK 好 多謝 有沒有問題問黃英琦呢 還有 好 聽到說 好多謝各位的分享 那麼其實呢 我想問一點點問題 因為呢 其實呢 政府去到考慮一些 跟發展有關的項目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去到 衡量它那個直接的經濟收益 就是譬如說 可能大家有留意 立法會開會日 或者看過它有很多普通文件的時候 其實都會在公務的 有關的文件上 他都會說 所謂的和我帶來 除了收益 或者可能是解決了這些問題 其實都想問一下 其實 在座那麼多位 可能有參與過 去到關注整個利用街 重建的事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嘗試過 譬如說 都去做一堆這些數據出來 去到可能財政的角度 或者是 解決一些社會民生的角度 用數據的方法 去跟政府去做一個對話 因為剛才提到 幾位講者說到 其實居民很漂亮 就是他學會了 在不同的人面前 用一些他們的語言 來跟他們溝通 再對於政府來說 會不會嘗試用過這種方法 去溝通 你們覺得這種方法 是否都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我簡單回答一下 兩位有沒有補充 我覺得今時今日 其實你用這麼理性的 一些數據跟政府談 其實是不能談的 就是今天政府去 根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政治能量 跟你談 亦都不想談 我反而覺得其實十年前 我們是說了 我們是說了 剛才杜律機說的 paradigm shift 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件事 無論今天是成功 或者是行前一步 有退後半步 其實都是開了一個窗口 而這個窗口 是真是給到不同的人 特別是 年輕一點的人 是一種對我們香港發展的想像 發展不單是用一個S2動去計 而是用我們整個社區的得益 去用一些其實不真的可以quantify 即是量化不到的東西去做 那我想這個是以前 是政府的角度來講 其實它不會跟你這樣計 但是我可以很簡單地說 其實全世界做市居重建 其實都不是這樣的 都是尊重居民先的 就算是一些不是說真的 我不是說其他人很完美的 但譬如日本的六本目 它起碼都會給原居民 一個單位換兩個 是真的可以樓換樓 你自己住或者租出去都好 是可以做得到 它可以有原區 有一個網絡的連繫在那裡 但是我們香港 它不會從居民的角度去看 它不會從社區網絡的角度去看 它真的會只是從 你剛才說得對 就是從政府的收益的角度去看 但是它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收益是它拿了居民已經有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至於今時今日我完全同意 阿沈所說和金太所說 政府是在利東街天星幕後蔡宇村的時候 就找了很多大學學者去做了一些研究 研究一下香港公民社會會會發展成這樣 然後他們現在很厲害 他們很懂偷活概念 譬如我們說要去 他們將整件利東街市做保育 起貼行業 現在就搞了一個偽方案出來 就叫做喜歡你 很突然驚 但是其實他們未必真的有個心 去做一些保存本土文化 還有本土社區網絡的一些東西 如果你看看現在觀塘面對的一個問題 其實都是一樣 觀塘的文化音樂的單位 其實現在完全慢慢慢慢地 香港的判決 香港幾十年之後就會負債 不知多少錢益 那些公民國法 一定是表演的 政府是不缺乏這些數據 去講在整個重建裡面 其實是不應該現在這樣做的 即是用來講錢 甚至我們利東街 卡林方案都算了 只不過就是現金的收益 以當時的樓價 即是不知沒有人知道 當時的漲這麼厲害 即是現金的分析 即是當時的樓價現金分析 卡林方案的現金收益是少 即是原本的事件那個方案 但仍然是相當之有利潤 相當之學官 所以我們有計過數 而另外一點的分析 剛才我剛剛講過 為何我會這麼有機會 遇到一個做經濟的人 那些是真的 即不是那些所謂學者 是真的做Economic Consultant 那些人打了那條數給我聽 即是為甚麼 即是在重建裡面 剛才說的那個價值 那是為何會有那個場合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交了給政府 交了給事件局 即是後來講復收那個問題 即是我們真的做過那條數 真金白銀計數 即是如果你不在第50年 或者第40年去拆那些舊樓 如果你有一定的保養 那些碩士樓 上面是70年或者80年 即是你那個實際上那個經濟價值 即是原高於你在第40年 或者50年的時候 就拆了它 重新建一個樓 即是整體全國的土地 以及建築物被人居住的 將它那個量化的經濟價值 它計算出來 譬如你在200年裏面 說得很遙遠 你三代的樓和200年裏面 五代的樓 你總的那個居住價值計算 即是你能夠貼到那個樓 去70年或者80年 那個總的經濟效益 你遠遠高於你在第40年 拆了它在200年裏面 住五代的樓 簡單來說 這些是 而當時整個政府裏面的 知道政府裏面那些叫什麼 Economist 那些職位叫什麼 它有一個部門 即是沒有人敢挑戰我們 那個部門的分析 之後善告就做了很多 即是所謂的復收 當時開始就幫我們做過這個分析 即是那些數字 政府不是不知道的 政府不分那些數據 我們都隨時可以這樣 推出一堆東西 找人援手去推出 但其實那個決定不是在那裡 即是真正的 好 或者我們因為王英奇要早走 我們改變少少那個編排 或者我們現在暫時休息 幾分鐘 那裡邊大家就去洗澡間 然後回來我們就有兩位港姐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小時討論 好嗎 暫時是這樣的 好